好 IP花大钱的建国百年活动 可疑的标案可能不只是两天花了两亿元的梦想家音乐剧 去年底举办的转动台湾向前行活动 现在被提爆根本就是梦想家第二 因为当时文件会对外宣传发飙的经费是6900万 不过却又私下偷偷再加码了4000万元 大搞宣传费 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这个招标竟然是在活动的前两天才公开 这么短的时间点也被质疑好 根本就是内定好了 到底这个活动是不是梦想家的翻感呢 现在文化部的人就回应了 这个是扩充费用 有多的预算才会做宣传 不过问到文化部长文台 他却是选择不回应 背景配乐找来动感歌手500 再配上大朋友小朋友骑单车 沿着台湾宝岛热血沸腾 这是文件会为了庆祝建国百年 推动的转动台湾向前行广告片 还有这个版本配上小朋友的稚嫩歌声 左右画面看起来超类似 都打着民国一百年最后一天口号 只不过这些电视广告爆章杂志 加网站宣传可不是小数目 总共花了4000万合约日期 100年12月29日到101年6月30日 建国百年早过了 难道是宣传过期活动吗 容许我今天不在这里谈这些问题 越是低调越被做文章 更夸张的是被踢爆 转动台湾向前行 原本当初发包开价6900万 没想到活动前两天 再加码4000万当宣传费 在活动的前两天 也就是12月29日才公开招标 但影片可是在29日就抢先上架 内定说法甚销成上 活动前两天 那招标那只是一个形式嘛 假如没有内定好的话 那任何去标的怎么来得及嘛 这都已经内定好了 很明显就是应该是有弊端 它的经费呢 我们是从这个合约里头的 活动合约来办理的 那么虽然我们有9000万 还有9000万的预算 那实际上呢我们认为不需要那么浪费 我们是动用了几种的4000万 来做这个宣传案 又重新招标内定 那么完全没有这回事 强调这4000万是所谓的扩充费用 没有加码编列 但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宣传费为什么等 活动结束了还在办 有没有读后特定单位 文化部争议一项像 被摊在阳光底下 三连线网彦 乌亚晴台北报道 好人民的血汗钱是这样花的吗 梦想家音乐剧两天狂烧2亿元 这个争议都还没有完 就连审计部都点名 这笔账根本是糊涂账 我们来看看呢 现在审计部就说了 梦想家音乐剧 不但是先指定厂商 再来办理采购程序 导致经费从3500万 暴增到2亿多 那么现在还有网友 是把梦想家拿来 跟伦敦奥运开幕式来比一比 说虽然花的钱 是伦敦奥运的六分之一 但是精彩程度 根本不及人家的六十分之一 那面对再被批评 前文件会主委 甚至人昨天晚上 也亲自扣音到谈话节目 来为自己澄清 不过却是一度杠上了 节目主持人 建国百年音乐剧梦想家 两天狂烧2亿元 昂贵程度经过快一年 网友依旧印象深刻 拿伦敦奥运开幕式来比较 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人 极抠谈话节目成心 一样花2亿 那你来看 我想各位不会选择 去拿高雄四孕 去跟伦敦奥运的开幕来比 我想我们国家 有国家的处境 当然跟伦敦办奥运的事件 能见度是不一样 强调国家处境 不同曝光度有差异 但光看节目内容 列表比一比 英国奥运有200支 双12寸音响 包括交响乐 摇滚乐成音 台湾梦想家 确实欲入音效 英国奥运还有 伦敦铁塔烟火绕场 台湾只有 咻咻咻 一万发烟火 而且人家有直升机 喷射快艇梦想家呢 到底有什么 神迹部更点名 国庆经费 是笔糊涂账 甚至当场杠上 节目主持人 国庆经费 有没有违法和销 甚至很不愿正面回应 梦想家案 检方进入收尾阶段 强在结案前 甚至二度 扣印谈话节目 一场梦想家 成为全民公敌 三立新闻 台北综合报道